大家都知道这个交通意外有五成都是发生在过马路的时候 尤其是身高比较矮小的学童很容易就会被车子给撞到 因此交通部现在就参考日本的做法 做了17万只这样的小旗子要发给小一的学童 希望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能够举旗子来增加能见度 小朋友高举着小旗子浩浩荡荡过马路 国内参考日本的做法宣导让儿童过马路时举旗子增加能见度 上右转弯车因为我们车上车前端都有A住 所以呢不见得看得到新男 那最主要是孩子个子比较矮小 尤其公车的车身高这样的设计让驾驶一目了然 小朋友他们身高已经低于我们挡风玻璃的视觉范围内 所以他们如果加上这个旗子这样 就等于说把身高加高 交通部做了17万只小旗子 在月底之前回发给小一新生 小朋友身边如果没有带旗子 可以把手举高也同样有警示效果 小朋友们欢迎来看